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48岁 河北许宁人 1987年入伍 现任白军国际和平医院国二科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 爷爷和大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家庭环境的熏陶 让我对那一身绿军装有着天生的着迷 从孩童时起 当兵去 当一名敏锐的侦察兵 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 为了实现梦想 我100米跑进了12秒8 1万米练到42分40秒 跳高跳远足球乒乓 我把自己磨练成了运动健将 然而 我没能当场侦察兵 却一脚踏进了军医的行列 有人说我入错了行 我却不这么想 骨科医生着急起来 一样要跑步 运捏的都是软的 是吧 手术机械 除了刀和针 还有骨钻 骨锤和钉子 十八万五亿 一个都不能少 从123年 我在救护这条特殊的跑道上 为患者争取每一分 每一秒 来 放松 来 放松 不畏其需 专注向前 我是国建立 白球恩国际和平医院成立于1937年11月 至今已经走过了80个年头 从2006年开始 白球恩国际和平医院组建白球恩医疗队 进深山 入农户 对老区开展艺诊 巡诊和技术帮带 深受老区人民的欢迎 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布建立 就是其中的一位队员 从2006年开始 他随队前往革命老区的脚步 几乎没有间断 2017年10月18日 这天一早 布建立要驱车两个小时 赶往河北省唐县 今天咱们到保定唐县第一中学 看看小镇医学 他两周之前来复查 发现的低尾部 稍微有点溃疡 担心他再复发 我们过来来看一下 唐县是白球恩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 1939年 白球恩也病逝在这里 布建立多年跟随白球恩医疗队 来唐县议诊 对这里早已十分熟悉 这是我今年第二次 大概在三十第四也出我来过一次 七年多八年了吧 这个拿着他就像自己孩子一样 这个肩反射还是弱 这样呢 反正在动 感觉在动 这儿呢 感觉在动 这边 估计这儿会有点疼 是吧 真一的恢复比预期要好 这让布建立放下心来 谈小间 所有人的思绪再次回到了八年前 那时的真一完全是另一副模样 2009年 布建立在唐县牛眼沟村一诊时 第一次见到真一 当时他依靠双拐行走 双脚要安装专门的织具 脚和织具不断摩擦 形成了溃疡 真一却没有任何知觉 然后明天之后有那个大片的溃疡也是 比如明天都有消毒 那个一般都很难好 好不了 等于这个孩子呢 把这个骨科的先天机型啊 基本上是占权了 非常有挑战性 如果说咱们放弃 好像是体现不出咱们白球恩和平医院 顶着白球恩这个牌子呢 是吧 体现不出咱们技术水平 也是在这一年 加拿大白球恩协会的格兰特医生 在重走白球恩路时 也注意到了真一 格兰特向白球恩国际和平医院提出建议 共同救治真一 面对这样的复杂股病 谁来主刀 如何才能救治这个孩子 在医院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布建利对真一的情况最为了解 他主动承担起了救治真一的重担 布建利毕业于第三军医大学 从学医那天起 他首先记住了一个理念 要对生命充满敬畏 我到现在还印象特别深的是 何光池何教授 我们上解剖课的时候 他当时应该是一级二级教授 我们在解剖时期都戴手套 老爷子过去 不戴手套交给我们 对他怎么 他就是说 咱们的标本是为人类做贡献了 咱们要尊重他 是吧 这个没有什么可怕的 导师的言传深教让布建利渐渐爱上了医生这个质疑 临毕业时 导师送给他一把枣子 鼓励他为更多的病人解除痛苦 出来白秋恩国际和平医院的那几年 布建利几乎每天持住在科室里 他给自己定下了三多的小目标 多看手术 多反思 与试 多问几个为什么 有时候可以把你问完了 那么有些手术中 他能提出一些看法 记得有一次呢 坐着坐着 突然他提出他自己的看法了 当时我想 你讨论好了吗 对吧 说的都很紧张嘛 我就训练他一下 后来发现呢 他就对这个工作中有一些不明白的东西 他敢一说出来 不建立性格直率 又好跑根问底 经常惹得同事们绕着他走 一些疑难问题得不到解答时 他只好到书中寻找答案 学习基本上就是说如果有精力 他就在那看书 经常是看到晚上两三点 甚至于四五点 一天可能睡两三个小时 那个时候能累到什么程度 就是在手术时坐在那 就能睡着 不断地钻研和临床实践 让不建立成长为科室的骨干力量 有一次他接诊了一位89岁高龄的宽部骨折老人 老人左下肢不能活动 疼痛剧烈 老年人受伤了之后 不敢做手术 躺在床上 所以当他受伤了之后 他脑袋里边想的是 哎呀谁 张三的妈 李四的奶奶 哎呀 就是因为摔伤 就离开人世了 所以他心里是很恐惧 结合检查结果不建立反复思量 建议老人尽快进行手术 然而家属却担心手术风险高 万一老人下不了手术台 该怎么办 确实风险大 第二个容易引起纠纷 所以现在很多人就 遇到这种病人就放弃了 就说不行我做不了 但是我还是想 因为这个病人呢 瘫的或者半瘫的来了 如果你也想 我也想摆脱责任 就是把这个病人推出去 恐怕这个病人 可能就只能在床上躺的了 先给他缝了一下 我当时犹豫一下用不用下 不建立积极与家属沟通 既告知手术风险 又讲清手术的好处 在和病人家属达成一致意见后 实施了全宽关节致患手术 术后第二天 老人开始下地活动 第一句话谢谢你 第二句话 我到此都忘不了你 重复好几遍 病人的康复给不建立带来极大的成就感 接诊老年病人多了 不建立一把钻研的重点 转向老年骨科疾病和复杂骨病 如果说你把老年的病人能处理了 那么你再处理年轻的病人 再处理战创伤 应该讲是很有帮助的 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 不建立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 进行了博士后研究 还参加了在利比里亚的维和任务 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如今面对真一 这样的先天机型病例 不建立有信心让他站起来 我叫不建立 今年48岁 河北许宁人 1987年入伍 现任白群国际和平医院 国二科主任 有人说我入错了行 我却不这么想 骨科医生着急起来 一样要跑步 手术器械除了刀和针 还有骨钻骨锤和钉子 18万五一一个都不能少 从123年 我在救护这条特殊的跑道上 为患者争取每一分每一秒 放松 放松 不畏其需 专注向前 我是不建立 君女人生正在播出 不建立 独妄初心 向前行 真一最主要的表现就是 大腿以下没有知觉 大小便失禁 生活无法自立 不建立在与真一的沟通交流当中 发现她的眼神满是童真 但脸上却少有笑容 不建立的孩子比真一大不了几岁 甚至双腿失去知觉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有多么的痛苦 不建立暗暗发誓 一定要让真一告别双管 2010年11月 白球恩国际和平医院的17名专家 对真一进行了联合会诊 不建立提出 先进行脊柱手术 去除真一的病根 再处理下肢的畸形 这一观点赢得了大家的认可 然而不建立却面临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那就是真一幼年时 已经进行过一次不成功的手术 第二次手术了 里面都是又是半痕又是什么 根本就区分不清的 针对二次脊柱手术可能遇到的风险 不建立做了无数次设想 与此同时 真一也出现了数前焦虑 不建立一面叮嘱护士 对真一耐心开导 一面反复查找同类性的病例 首先我们就给他 营造了一个放松的一个环境 他都称呼护士们姐姐 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 他就会接受治疗的时候 就配合得比较好 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 我跟我一个同事 杨云龙 我们俩把一本书 就是挤住手术盖药 那是我在美国福音回来的 我们把它敲进去 变成电子版 然后又把它翻译成中文 经过反复论证 不建立提出了六个手术方案 其中两个创新方案 在国内外还没有先例 实施手术前 白球恩协会的格兰特医生 专程从加拿大赶来 参与手术过程 当时是医生汉 就是一个手术就复杂 第二个当时有个加拿大 有个外科医生戈兰特 他就在旁边看的 因为他是外科学教授 还有国际影响的 和预想的一样 真一的脊背打开后 神经血管等出现粘连 情况十分糟糕 给神经松绑 给脊髓矫正 不建立的手术刀 小心翼翼地游走于 纤细的神经和血管之间 手术过程当中 如果说这个器械了 把神经碰上了 那么这个人可能就贪了 或者是 而且这个贪是不可逆的 像这些手术呢 就是对精准方面 要求是非常严的 血管和神经 直径均不足两毫米 为确保万无一失 不建立一边用射线拍片子 一边根据片子精准运导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不建立先后透视拍片达二十多次 尽管它已经足够小心 但还是造成了静脉从出血 我静脉从这种静脉呢 非常的薄 有的时候你稍微碰它一下 它就出血 有时候就那血部分的 就喷呢 是吧 血如泉荣 出血很快造成了手术视线模糊 不建立不得不寻求 最有效的止血办法 我们主任孩子非常精准地 拿个电击一烧 就立马笑我了 你手不稳 也没那个基本功的话 你根本是没法达到那个准确的 你不然的话就吃着神经了 长达五个小时的手术后 真一被推出了手术室 一个月的恢复锻炼 它双脚的溃疡逐步地消失了 脚趾头第一次能轻轻地动了 里面这个腾子凉了 你看它从手术室里出来的 挺精神的 也睁开眼的 也挺精神也挺好 我的心里也挺高兴 也觉得这个手术做的挺成功 此后几年间 布建立对真一的宽 膝 膝 怀 足多个部位 接连免费实施了八次大型手术 每次都如同在刀尖上跳舞 庆幸的是 真一一次比一次接近康复 未来有希望去掉双拐 这就是我看的 Dr. Boo 这是一个真正的医生 和一个真正的医生 与真正的疾病 和他们一起努力 跟他们一起努力 每次都是他帮我做手术 每次都是他鼓励我 我感觉没有说像病人和医生 但是它是他的治疾 然后他说我的意思 再见 部件里结合就职真一 和其他复杂股病患者的经验 出版了四部专著 申报了两项国家发明专利 如今 他将这些技术 应用到战创伤的防止当中 一些针对性训练方法 已经被列为研究课题 挺高兴 和大家一块 咱们探讨一下 训练商的调查 还有每年 咱们门诊的就诊 出现驾腰痛的人会比较多 那么怎么来防止 有没有科学的办法 来部队调研 被不建立当作了难得的放松时光 只要在医院 他的手术总是排得满满当当 连正常的休假也一推再推 对 给他这样 班长吧 一般的 就是说院里给了一个 那个假期去桂林去疗养 本来是半个月 他早就跟我们说了 说 咱去桂林去疗养去 往上之后 我说能不能去 他说能去 我们儿子说 够呛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出去过 不建立忙个不停 却让更多的患者 看到了生命的希望和曙光 他架起了一座爱心桥梁 也收获了太行老区人民的真挚情意 你看我收到的礼物 鞋垫 就是修的那种鞋垫 扫嘛 小米 就那么一斤多小米 我也觉得 信任我接触 因为确实 也代表了老百姓对我个人的认可 也代表老百姓对咱们老八路医院的认可 不久前 不建立被评为河北省最美医生 在太行老区 不建立将继续奔走下去 续写白求恩的故事 实现爱的接力 医者人心 心怀感恩 才能对得起患者的信任 二十多年来 大到患有十四种基础疾病的百岁老人 小到刚出生就遭遇骨折的婴儿 不建立先后为数千名疑难骨病患者解除了痛苦 每当他看到病人笑着走出医院大门时 便是他最幸福的时刻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了解更多的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 只登陆中国军事网 关注军律人生微信公众平台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